兄弟们给你们过来人的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娶大龄圣女 大龄圣女为什么会沦落成大龄圣女 因为他对男人不感兴趣 大龄圣女这个人他根本就没有性需求 他本性的没有那种性需求 所以你娶他的话 他的要求会很高 对男人的要求会很高 他对男人完全没有兴趣 他不像那些很早就嫁的那些女人 那些女人他可能有一些性需求 是吧 荷尔蒙 那种女人他没有荷尔蒙之类的 所以他要求就特别特别的高 我见多了 很多女人还要求68万58万100万 这种彩礼 还要求有车有房 你要求人家要有车有房 年轻人哪有那么多啊 年轻人20多岁的一个年轻小伙 到哪里有一百多万的钱的彩礼 是吧 有有豪房有豪车 年轻人有几个有没有的 如果你想要有这些东西 你就跟男人一起打拼嘛 是吧 跟一个年轻小伙一起打拼嘛 到你40岁 是吧 38岁40岁的时候 你 你们都会有啦 只要你们愿意打拼 是吧 就属于你们共同两个人的了 何必要等到你38岁40岁 才找一个成功的男人呢 你觉得哪个更划算 如果你早早的10多岁 20多岁 就找一个年轻小伙 嫁来一起打拼 到38岁40岁之后 你们就有你们想要的东西了 是吧 有你们的钱 车房 是吧 如果你的非得要 挑挑挑 挑到38岁40岁了 还挑 要男人有那些 有车房 钱 那些东西都不是你的 给你你 给你用 你也不安心啊 是吧 你不能说你没嫁过人 你就觉得你很安心 你很厉害啊 是吧 没嫁过人不算厉害的 我觉得厉害的是嫁过人了 而且他还很勤快 啊 很温柔体贴 但是那个男的啊 不要他 那个男的有手好闲 无所事事 那种女人 比大龄圣女好多了 啊 所以呢 大龄圣女别碰 别碰 接万别碰 大龄圣女 对男人不感兴趣 真的没不感兴趣 他只知道钱 只知道用在他身上多少 哎 所以呢 大龄圣女啊 他没有信需求 没有信需求 你举他回去没用 是吧 他不一定给你生小孩 他不一定给你生小孩 因为他没信需求 他就不能不给你生小孩嘛 应该知道大龄圣女他都 是吧 哎 都绝经了 我生不了小孩 你看我老婆说大龄圣女都绝经了 生命的小孩 他说我老婆不是大龄圣女啊 我娶她的时候很年轻 很年轻 所以说呢 他很优秀 我觉得就很优秀 比大龄圣女优秀多了 不是说他要的彩礼少 我就说他优秀 他是挺优秀 真的优秀 所以啊 大龄圣女尽量远离 不要碰大龄圣女 给男人一个忠告 举不到老婆呢 尽量都不要找 能找二婚呢 就找二婚的 挺好的 但我老婆不是二婚的